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要來運動? 因為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夠做更多的事 你覺得說能夠讓自己多做 然後讓自己更健康 因為你在付出的當中你會更快樂 那你心快樂你就不容易生病 就是每天都不空過 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現在在做Fresh Card 就是我在中正國小有教課語課 就是跟老師配合 叫做十二年國家的協同教學 就是把課語融入在他們的課程裡面 然後在上課的過程 我會教他們一些禁詩語 平安出海風 日年出日力 小朋友自己要發願 你要天天祝福自己 你要孝順 讓他們在學習當中 能夠提升他們的品德的概念 因為現在的小孩 每個都是媽媽的寶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把這些點點滴滴這樣 融入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那他們有發表 我就會送他一張青絲儀卡 在民國八十五年 我先生的工作派到荷蘭 我的姐姐是委員 她就帶我去見上人 讓人說這麼漂亮的地方 你當然要把種子帶過去 因為上人給我這樣子的一個使命 我就覺得說 一定要把它剝下去這個種子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怎麼樣來開展 雖然自己不善於跟人家交往 但是有一個使命的目標在前面 因為女兒在美國學校唸書 所以我就認識了當地的學生家長 我們台灣的去的家長 所以我們就組了一個讀書會 就是大家建立一個 還蠻好的一個感情 這個是我 這個就是大使夫人 她到我們家來 然後我們就辦了那個茶會 我先生常常笑我臉皮很厚 就很感激跟人家說 所以見到人就談刺激 那時候會員雖然不多 但是也逐漸在增加 所以在那邊第二年 我們就成立了聯絡點 那民國八十八年 回來實際是永遠忙不完 有什麼勤務需要我的我就去做 我是覺得我已經退休了 然後有人需要我回收利用 我覺得很開心 她願為媽媽入宿 後來她的父親也因為動工走了 她覺得說生命是非常的無償 大哥哥 大姐姐 早安 早安 老師最怕的就是沒有肌肉 我過去是護理老師之前 我是在紅石智慧工作了八年 那離開以後一直都是她們的志工 大部分都是協助家庭照顧跟老人這一塊 然後我有參加慈激培訓的動健康的指導員 所以我是合格的指導員 每次看到一些老菩薩 九十幾歲 百歲都還能夠做 他們就是我的標竿 其實老人家最需要的就是動啊 彈立帶主要是訓練她的肌肉的肌力 讓他們學會以後也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讓他們更健康這樣子 讓人說要做來頓啊 就是能夠做盡量去做 我覺得這就是人生最快樂的事